接下来带您来欣赏 11位艺术家带来的水墨创作 潮烧水墨画展在高雄市文化中心展出 一共有11位艺术家参与联展 其中最年长的74岁洪根森教授 与最年轻的24岁吴嘉轩 作品共同展出具有传承之意 潮烧这个展是 最主要是以南方的高课师大美术系 当作一种当代或者是后现代水墨画 一个基地的一个出发点 然后去探讨整个台湾现代水墨 或者当代水墨 它的对于这块土地文化的 它的冲击跟连结 那能不能从高雄这么一个 不同于北部的这样一个水墨的那种环境 能够发展出更为阳光的 更为卧土的 给谁比较有台湾的当代水墨的这种 境遇跟精神的水墨画出来 这次的展览一共邀请了 南部高雄地区有地缘关系的 11位艺术家 每位参展的艺术家都对艺术有深刻的体验 借由作品展现出来 呈现多元化的当代水墨创作 水方新闻关闻曲建议 高雄采访报道